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度重申市场分流 十年制 佩戴口罩的重要性 已则请环保局到这些工修市场进行消毒清洁工作 也呼吁民众配合每周买一次 多买一次购足 那我希望说礼拜二 我们所有高雄市所有的市场都能够做到 我刚刚讲的十年制 戴口罩 还有整个人流的管制 那因为从新北的一个经验 这些菜市场都是传染的一个热区 没有办法落实人流的管制 那真的就很抱歉 那就等你能够做好 刚刚讲的三项十年制的时候 那我们才准以市场开放 市府推出分流措施 民众身份证字号尾数为13579单数者 鼓励大家配合每周135日采买 身份证字号尾数为02468双数者 请每周246采买 市长陈其迈也呼吁市场能积极落实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人流管制 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 请大家跟我这样做 第一个每周买一次 那尽量一次买足 尽量每个礼拜你就挑一天 你去菜市场买菜 一次就买多一点 把冰箱塞得满满的 那这样的话 你原来可能一个礼拜去了好几天 那你现在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就好 那身份证假如是13579的单数 那是每周三五跟礼拜天去采买 那假如你的身份证是02468 那你每个礼拜的246去买 这个要跟大家拜托 针对物流人员送餐等十年制 市长陈其迈也请企业鼓励员工 下载社交距离APP 以方便未来逐机追踪 并针对高风险的人员 也开始着手进行快筛 包括医院看护 长照机构工作人员等 以确保工作环境与医疗运所的安全 记者李政道高雄报导